你见过末代皇帝现身法庭的场景吗 这段拍摄于1946年的珍贵影像 记录了末代皇帝溥仪 以证人的身份出席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法庭上 溥仪讲述了自己的身世 以及在为满洲国当傀儡皇帝时的不堪往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末代皇帝溥仪在法庭上的原生影像吧 一切都是实验 失败的 请你告诉本经理您的 从出生的地方跟这个简单的一个律师 我是生在北京 因为这个叫末语 本来是这个满洲姓 爱信觉乐 爱信觉乐末语 2009年的时候 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爱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 父亲是在这个北京都 摆封 爱信觉乐摆封 母亲是这个姓瓜儿家事 都在北京 那时候这个龙玉皇太后 龙玉皇太后 我是这个 本来的父亲是摆封 母亲是瓜儿家事 因为我过去过来 过去过来 过去的这个 清朝的这个德东警方地 一九一九一一年在中国发生这个内部的一组的这个革命 当那个时候 中国革命的时候 由这个孙中山先生 领导着这个国民党 对这个中国实行一个很这个革新的举动 你不告诉我们 对这个国民党的认识吗 是否有任何认识 或是所有的认识 是否有任何认识 是否有任何认识 想着去,吉刚哥不能去,因为这个梅晋司令官的这个命令,就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这个皇帝不能上自己祖祖去。 这个事情是在哪一年? 这个就在这个梅晋司令官的这个时代呢,可能是哪一年这个是福大金。 Were you present when General Umeizu gave General Yoshioqa those instructions? Do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poses to try you as a criminal for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The tribunal pleads the prosecution, the text of that question is being highly improper. Already our missions have been ascribed to this witness, now the defense counsel, the force to tell him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do. In any event, it's improper, irrelevant to any of the issues and does not belong in this, before this tribunal. 也就是要求他去判断自己的判断 他的判断是控制的